第1,欧米鞋别飞系列,4374.11.00万表,搭配K2500机型表主的维修原颜和需求,买了3年,线手表出现偷停,需要洗油保养检测力2欧米鞋海马系列2220.80.00万表,同样搭配K2500机型表主的维修原颜和需求,买了3年,线手表出现偷停,需要洗油保养检测力2欧米鞋海马系列2220.80.00万表, 2500机型表主的维修原颜和需求,手表相对以前走势变慢,感觉自动烧链的效果也不及以前,估计需要保养洗油。 今天在和大家讨论本期的话题前,小编先给大家看了两个关于欧米JK2500走势门或偷停的案例,各位是否略有所思? 关于欧米JK2500偷停,很多表友都曾提出了疑问,特别是一些想入手投机新欧米JK手表的朋友。 这也就是今天小编想和大家一起解决的问题,关于欧米JK2500机新究竟如何? Rap在很多人眼中,欧米JK是一个充满故事的钟表品牌,它的新技术或新表款的出现总会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弹词,其中有关K2500机新的推出。 有一则故事,曾引发了无数观众的目光,如今也成为欧米JK的骄傲,同舟秦宗。 在讲述欧米JK同舟秦宗的故事前,我们先了解下何为同舟秦宗。 简单来说,同舟秦宗系统的设计理念,在瑜伽传统的杠杆式秦宗系统中,秦宗差与秦宗轮的垂直摩擦,改为平行摩擦。 为此,其发明者乔治丹尼尔斯博士,经过15年研制发明力改进,其中,较为写著的变动是将一个秦宗轮变为两个上层为负秦宗轮,下层为柱秦宗轮,并在秒轮与秦宗轮之间,形成了一个齿轮,用来与秒轮以及负秦宗轮捏合。 而秦宗差也由两差变为三差,平行摩擦使机械表传统的3到5年一次保养延长至10年。 同时,因为同舟秦宗实现的基本条件,是罗斯调教百轮和五卡杜尤茨,这样令同舟秦宗基金可以轻松获得天文财认证,得以走势精准。 主,五卡杜尤茨就是取消快慢针,代之以改变百轮快量来调整快慢,优点是调教完毕后可以长时间稳定,等实现也要好于快慢针结构。 乔治丹尼尔斯博士工作原理,同舟秦宗结构运作原理,从秦宗轮给插身传能量,插身再传给圆寒钉,圆盘并再传给百轮。 请注意接触点,这里几乎不存在滑动摩扎的影响,而且受力方向几乎上是数值方向上的受力,传冲的效率高。 这个传冲的过程是直接给圆盘传能量,圆盘传给百轮,同样,几乎不存在滑动摩扎的影响,而且受力方向几乎是数值方向上的受力,传冲效率高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动态图,完成能量的传冲过程,同舟秦宗机构出现后,传统的杠杆秦宗机构的缺点,无疑也展现在了世人面前。 传统杠杆是秦宗机构的缺点,一,滑动过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力,过入了确保秦宗系统的精准,便必须保持最佳的论滑状态。 二,顺时针或拟时针的通力,均通过程纵超从情纵轮间接传输到百轮,因而流失大量的能量,缺点是很明显的。 为什么很多一线大厂不愿意采用新技术呢? 答案,固有思想,不敢尝试,也包括那时的老李氏和百达菲律等品牌而当时,SWARCH集团旗下的UMAG一支使用的主流自动机芯,改自于MTA。 为了研发自产机芯,SWARCH大胆尝试购买同轴前纵技术及UMAG研发。 点击,欧米切同轴前纵机芯的优势在哪里,可以看有关前纵结构的内容,然而同轴技术并非完美,它的问题就是两次传递能量的方式不同,途径也不同,可能会造成像左和像右的百辅不一致。 欧米切2500机芯1999年,欧米切1120机芯为基础推出了首款,搭载着同轴前纵系统的2500机芯。 该机芯虽然在面试之初,因同轴前纵系统对缘故而广受好评,尽管高频率的机芯走势更未精准,但造成了不少的问题,造成更大的摩擦。 对机芯关键部位的磨损增加,甚至出现偷停,偷停是自机械手表机芯在动力处备足够的情况,像手表发生停运的状况。 但,G203出现机芯偷停的问题,无疑是一场严重的质量问题。 当时,欧米切并没有给出任何官方解释,只是不停的清洗,由顾客退还回维修的手表。 究其当时的原因分析,K2500偷停的原因可能是,一,同轴轻重刺身的设计,问题,2500、A0B机芯的同轴轻重轮都是双层的。 第二层的齿轮,不仅要和轻重插发山撞击,同时还要直接与一个齿轮连接,这无疑是加大了磨损,导致机芯偷停案。 后天机芯,B102500机芯实际运行时的问题,主要源自对于K1120机芯改制的不彻底。 众多周知,1120以ETA2892为基础。 因为传统的机芯是专为了杠杆秦纵结构定做和优化的,一切很完美和谐,同轴的加入打破了这种完美与和谐。 远动、缠动系统、旅行的前纵系统,就会出现排斥。 图中看零件已经出现磨损3.2500,吸机芯的自动躲距离前纵太近。 其润滑油的干涸形成了碎线阻碍了前纵导致偷屏次,摆屏勾高,正常每小时摆屏率28800次。 而导致轻纵轮动力不足五,轻纵结构的金属材料差。 六,生产加工要求精度高,瑕疵率高。 早期的同轴轻纵系统,带有一个双层的轻纵轮,再加上三个红宝石叉。 比杠杆轻纵复杂不少随后,欧米切开始对2500予以改进。 先后推出了2500C正频降至3.5赫兹,2500D三层轻纵轮等。 缓解了偷停等问题之余,也积累了大量的同轴轻纵的经验。 欧米切8500机芯经过多年的研发改进,欧米切于2007年,推出8500、8501。 最新设计主要由同轴轻轻纵系统装置,带有三个宝石的轻轻插和百轮,上的出力宝石,以及一个无卡度有四百轮,更有效的降低了宝石部件之间摩擦力。 为了进行续号生产,机芯制作程序均经过优化,而欧米切8500、8501机芯的性能,在现在的机芯表界中备受关注。 虽说经过改变后,欧米切同轴机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,可能这使用十年不保养都可以走势精准,但毕竟机芯内的上百个零件可不这样小。 保证零件之间的润滑,至少五年需要清洗保养一次,而先前购买欧米切K2500表款的朋友,或许有一种当了小白鼠的感觉。 如今的K2500表款,作为日常款配戴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última月,请内联系来自得到码发布。 2小时的情况下,请不许多幅讲解。 3小时的情况下,请不含皆切吉尾的订阅。 3小时的触发表写它是没有问题的。 4小时的描写作。 3小时的触发表霸 przew写作。